RG版本初號機 DX運輸台SET的宿主開箱 DX運輸台SET的宿主開箱 那現在各位看到的這個呢 就是Lyzen已經宿主完的樣子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還有輸送台在這邊 那另外呢還有就是它的自射貼紙 那在製作過程中呢 有一些貼紙是貼上 必須先貼上去的 Lyzen都已經貼上去了 好像是這邊的貼紙 都先貼上去啦 那我們一樣呢首先 一來跟各位做介紹的呢 就是它的宿主的地方 那我們一樣呢先從頭部開始 好 這個呢就是它的頭部 頭部的話呢它的分色相當的好 那除了眼睛以外呢 還有就是頭上的這個尖角的這個地方呢 它呢是用多元形色的零件呢 來呈現的 那除了分色很好以外呢 它還有一個地方是可以可動的 像是嘴巴這邊 好但是呢它的嘴巴呢 它用的是有點像是C型扣的這種零件 所以呢你打開的時候呢 要注意一下它的角度 要注意一下它的角度 好不然它的舌頭呢就會整個都跑出來 好 所以要注意一下它的角度 可能最開呢就是像這樣子 好最開呢可能就是像這樣子 好 這個呢就是頭部 好 好 接著呢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身體 好 它的身體呢分色呢也相當的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說呢 這就是它的身體的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說呢 它的可動性呢就是像這樣子喔 可以像這樣子往後 那呢也可以像這樣子往前 好 那它這邊呢有蠻多呢可以動的地方 好像是胸甲也可以動 好然後呢腰部呢當然可動性呢也相當的好 好 那再來呢就是它的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呢是可以 插入就是駕駛艙的地方 它呢也是可以打開的 好像這樣子 這裡呢是可以打開的 好 然後呢也可以這樣蓋起來 然後頭再抬起來 這樣子就可以拉 好 真的就是身體 那它的分色呢也分得相當的好 但是這邊呢它有蠻多的零件呢 其實都是有隱藏湯口的 那它要隱藏湯口的話呢 除了把陰藏湯口直接剪掉之外呢 有時候呢可能會多一些毛邊 那就比較需要呢去 去修整一下湯口呢多出來的地方 好那後面這邊的呢它的配色呢 分色呢分得相當的好 那這個呢就是身體 接下來呢我們就來看一下肩膀 我們就先請左邊的肩膀來做示範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呢 它的肩膀的分色呢分得很好 好這邊呢有一些刻線 好 那它的肩膀呢有一個特色呢 就是這邊呢有武器收納在裡面 好各位可以看到說它武器收納在裡面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武器可以收納在裡面 好 這樣就收起來啦 這就是它的肩膀 好 再來呢來看一下它的手部 先請左手來做示範 那左手這邊呢它的零件呢有一個呢是多元成色 就是手臂的這個零件 好 手臂的這個零件呢是多元成色 那它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呢就是當你轉動手腕的時候呢 它的手臂的這個 裝甲呢也會跟著移動 好像是這樣子 它就會跟著移動過來 它這邊呢有做一個關節 這個手臂的裝甲呢是可以跟著移動的 那它整個手的可動性呢就像這樣子 可動性呢相當的高 那除了這個 手肘之外呢 這裡呢也有可動性 這裡也有可動性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說呢 當我們在轉動手腕的時候呢 它如何帶動這邊的這個裝甲的連動性呢 就是靠這一個卡榫 好 各位可以看到說呢 每一個手呢它的 這裡呢都會多一個這樣子的卡榫 這邊呢都會多一個像這樣子的卡榫 那當我們把手部裝進去之後呢 透過這個卡榫呢就可以連動帶動 這一個關節 然後再加上這邊的裝甲的這個地方 好 所以呢就可以做出像這樣子的效果 好 這個呢就是手部 好 那再來呢它這一次呢 附的手呢有相當多種 我們來一一來跟各位做介紹 第一個呢就是像這樣握拳的手 握拳的手 再來呢就是跑步的手 好跑步的手 然後呢 這個是搬開AT立場的手 好這個是搬開AT立場的手 這個是拿槍的手 好 這個是比戰還有呢就是持刀的手 好比戰還有持刀的手 那這個呢就是打開來的手 展開的手 還有呢就是這個 想要抓東西的手 那它這一次手部的零件的材質呢 比較偏向軟膠的零件 它不像呢是 比較不像是 像零件這種比較硬的塑膠 它呢是比較偏向軟膠型的 那各位呢在裝 手部零件的時候呢 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一定要配對好 按照說明書呢 配對好手指頭的這個零件 好 然後特別注意的就是 有這個圓點的呢 是跟著食指的 好 這樣子呢就不會裝 所以一定要記得要一個一個呢 按照說明書的配對呢來製作 不然的話呢 它有相當多的 這種 手指頭關節的這個零件呢 各位呢可能要需要 花很多的時間呢來比對 那你如果按照說明書的話呢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啦 這個呢就是這一次手部的零件相當的多 好 那再來呢就是這一次呢 腿部的 宿主的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說呢 這就是腿部 好 腿部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呢 它透過很多塊的零件呢 可以把腿部的樣子呢 打造成肌肉的感覺呢 相當的重 好把肌肉的感覺都做出來了 但是它這一次呢 可動性除了相當的好以外呢 還有個地方就各位看這邊 當我們把膝蓋彎起來的時候呢 它會撞到這一塊零件 這塊零件呢 就可以把這一個零件 擠出來 再一次喔 好 撞這個零件 好 就可以呢把這個零件給擠出來 然後呢就可以做出呢 有肌肉感的樣子 好 像這樣子 就可以做出呢 有肌肉感的樣子 好 那這一次呢 腿部的可動性呢 也相當好 各位可以看到說 它的膝蓋呢 可以像這樣子彎起來以外呢 它的腳踝呢 這個可動性呢 也相當高 然後呢也可以 這樣子 斜踏 甚至呢 腳的前面這邊呢 也有一個關節 所以呢 可以 一定呢可以擺出 就是這種 預備賽跑的姿勢 好 它腳底的分色呢 也分得相當的好 腳底的分色 好 這個呢就是腿部 那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武器 它武器呢 這次呢有這個小刀 有這個小刀 還有呢就是 步槍 好 那右手的這個拿槍的手呢 爛賞已經把它裝在步槍上面了 好 再來呢就是這一次 的這個 充電 充電的對接的裝置 像這樣子 好 刻線也相當明顯 然後呢 這個地方呢 是要接 底座的 好 這個地方呢是要接底座的 好 好 那再來呢 帶各位看一下這一次的底座 這一次的底座呢 它的 呃 湯口呢相當的大 好 然後如果呢 想要帶各位呢 想要有比較 呃 細緻一點的話呢 可以花比較多的時間呢 來打磨一下 這邊的湯口 因為地台的湯口呢 比較粗一點 比較大顆一點 比較需要花時間呢 來打磨跟處理 好 那這個呢就是它呢 底部呢 看起來的樣子 它這裡呢 有做一個像這樣子的分色 但如果都沒有貼貼紙的話呢 它這邊呢 是像這樣子的 好 這邊的話呢 是全部呢 都需要用貼紙呢 來補色 好 然後這個呢 就是它的地台的支架 它地台的支架呢 有一點可動性 它呢 這裡呢 可以拉起來 可以拉起來 這裡呢 也可以拉起來 這兩個 那這一個 這也可以拉起來 像這樣子 拉起來 整個呢都拉起來呢 就是像這樣子 好 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 然後呢 這裡也有一個 它有三個呢 可延展的地方呢 就是在這邊 好 然後收回去的時候呢 就是一個一個收回去 好 好 然後呢 就再把這邊呢 裝回去 各位呢 在把玩的時候呢 一定要小心 一樣要小心就是 它的這個零件呢 不要不小心呢 弄斷掉了 好 我們來小心呢 把它裝回去 好 這個呢就是這一次呢 DX版本呢 附的這個 輸送台SET的這個版本 好 那以上呢就是這一次呢 RG版本初號機的宿主開箱 那接下來 賴賞會呢 來補一點墨線 然後呢 會把貼紙呢 都貼完 那都完成之後呢 我們一樣呢 會拍成完成開箱呢 給各位看 好 那另外呢 要補充說明的一點呢 就是 頭部的這個 觸角呢 賴賞的這一次呢 是使用 它的多元 成型色的這個零件 那它還有一個零件是 跟在框架上面的 那它這個 呃 綠色的地方呢 是需要貼補色貼紙的 貼這一個 貼這一個 1號的這個補色貼紙 那它有兩個零件呢 可以做選擇 各位呢 可以選擇 看你要用哪一個零件 好 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呢 RG版本初號機呢 輸送台SET的這個 宿主開箱 好 那接下來賴賞呢 就像剛剛說的一樣 就來開始進行入眸線 還會呢 貼貼紙 那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會來拍完成開箱呢 給各位看 好 那我們今天的宿主開箱呢 就先到這邊告一告段落啦 那 喜歡我們RGH的朋友們呢 別忘了到我們RGH YouTube頻道的訂閱 那打開小鈴鐺 那想要第一手得到影片訊息的朋友們呢 可以到LINE上GameHouse的Facebook粉絲團的按讚 那我們今天的宿主開箱呢 就先到這邊告一告段落啦 那各位RGH的朋友們 就下次見囉 掰掰